我们谈谈吧 你这是我的信息 你刚说 我前面有去约约见面了 真的 那你快点去吧 再见 拜拜 说不定我们下次还会再见 这女的怪怪的 是 难得你主动约我 你哥到底想干什么 我哥就是帮我实现梦想 你这是质问我吗 我以为你跟我聊入职的事情 这三年来 你的变化还是蛮大的 以前的我太软弱了 对你也没什么要求 但不正是因为我不跟你说我的想法 我们就错过了不是吗 我已经不是三年前的素晓了 而且我的要求 也不是感情上的要求 我要的很简单 我要继续我的梦想 真正在意过去的人 不是我 是你 没错 我是很在意过去 因为我过去对你有所亏欠 所以想弥补你 但是我更在意现在 我不想因为你的出现 而影响到若兰 她是我的底线 你爱上她了 是 我爱上她了 你也不是毫无变化吗 你变得更残忍了 但我要提醒你 对萨曼莎来说 意识上只是其中一个选择 但对于意识上来说 萨曼莎 这是你们唯一也是最好的选择 我有一个入职条件 要我和我的整个团队入职意识上 你必须收购我的平台 我不要钱 我要百分之十的股份 没问题 没问题 百分之十不是小数目 你不要考虑一下吗 当然没问题 如果只是利益交换 我反而放心了 意识上是因你而起的 你能过来 也算是对你的弥补 不过 我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你和我只能存在工作关系 工作之外 不能再有任何的交集 好 我答应你 合作愉快 来 苏醒 就是我最后一次叫你这个名字 谢谢你 让我成长 咱到此结束吧 往前走 好好好 远一点 远一点 再往前直走 什么啊 这么神秘 就快到了 就快到了 好 再往前一步 一步 好 准备好了 好啊 我松手了 怎么样 这是哪儿啊 这里是我们的家 这里是我们的家 你不是说要有个房子就结婚吗 现在有房子了 我们结婚吧 别闹了 才刚回国 等安顿好吧 过两年 可是我等不了呀 什么意思啊 你没看出来吗 这是我在向你求婚啊 我一个女孩子家 我都不要矜持了 你一个男生 还坚持什么原则呢 季墨 快点交给我吧 交给我 我们结婚吧 小 你怎么就不懂了 什么意思呢 我听 季墨 我们在这里 我们在这里放一个 特别大的沙发好不好 然后呢 如果我们俩吵架了 我就罚你睡沙发 然后这边 这边我们放一个书桌 然后放一个画架 然后你看心理学书的时候呢 我就可以画设计图 这边 这边 你看 看这边 你去哪儿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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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苏乔 苏乔 你在哪儿呢 苏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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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在哪儿 苏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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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苏乔